9月19日,華益在德國慕尼黑正式發布了新一代旗艦產品 Mate 30系列,其中包括Mate 30、Mate 30 Pro和Mate 30 RS寶石尖三款產品 在這三款產品中,它們還有分4G和5G型號 Mate 30提供4G版本,Mate 30 Pro提供有4G和5G版本 Mate 30 RS寶石尖版也為5G版本 除了有提供5G版本外,其他產品自身特點也很多 相比去年Mate 20系列,變化盛世極大 最重要升級是在後置鏡頭成像水平的提升 2019年裡當所有廠商對手機攝影下功夫時 華為卻又在手機界攝影層面上再次提升了一個檔次 具體這次華為Mate 30系列發布都帶來了些什麼? 下面我們來詳細了解一下 正如之前我們所看到的消息洩露 華為Mate 30 Pro確實帶來了後置試射 發布會上介紹Mate 30 Pro四顆後置鏡頭 被裝配在一個圓形鏡頭模組中 其四顆鏡頭是由一個廣角4000萬像素鏡頭 加另一個超廣角4000萬像素鏡頭 加800萬長焦鏡頭和一個PoF鏡頭組成 其中在內的兩顆4000萬像素鏡頭廣角和超廣角 為華為Mate 30 Pro成像水平帶來了飛躍式變化 其原因是因為它們的底夠大 傳感器尺寸比往常要大得多 這兩顆4000萬像素傳感器鏡頭尺寸分別是 超廣角1.54分之1英寸傳感器和廣角1.7分之1英寸傳感器 長焦800萬像素鏡頭將支持3倍光學變焦 5倍混合變焦以及30倍數盲變焦 TLF鏡頭則就是精準探知景深信息和背景虛化等作用 與Mate 30 Pro相比較 Mate 30則在後置鏡頭上提供三顆後置鏡頭 自然成像質量也落後很多 這三顆鏡頭包括1600萬像素超廣角鏡頭 加4000萬像素廣角鏡頭 加800萬像素長焦鏡頭 以及還有一個激光對焦傳感器 在拍攝照片和錄製視頻方面 它們都能以7680幀拍攝720p慢動作 和4K60幀視頻錄製 並且支持4K延遲拍攝以及超級夜景 且還具有人工智能增強 這次華為Mate 30系列都帶來了6英寸以上的大屏 其屏幕頂端為劉海缺口設計 用來人臉識別和隔空手勢操作 屏幕材質兩折都用上了OLED屏幕 Mate 30為一塊直屏 Mate 30 Pro則採用了一塊瀑布屏 並且瀑布屏的特點是屏幕彎曲弧度88度 華為Mate 30配備的OLED屏幕為6.62英寸 分辨率為2340×1080為世紀版 重重起步6加128GB 並且可擴展位置重塑卡 屏幕頂端瀏海區域有一顆2400萬像素前置鏡頭 和一個姿態感應器以及其他傳感器組件 它能進行2D面部解鎖和隔空手勢操作 華為Mate 30 Pro配備了一塊6.53英寸的88度屏幕彎曲的 搖擂瀑布屏,它具有2400×1176分辨率 它比Mate 30屏幕小圈分辨率更高 是因為它曲面兩側容納了更多的像素 並且上下邊框更窄也帶來了像素提升 Mate 30 Pro提供4G和5G版本 這完全由麒麟990和麒麟990 5G芯片驅動 存儲規格為8加256GB,支持存儲卡擴展 在屏幕頂部,瀏海缺口它比Mate 30更大 因為它容納了更多的傳感器 其包括了3D結構光傳感器 一顆3200萬像素前置鏡頭 和姿態感應器等以及其他傳感器 和前者對比,Mate 30 Pro擁有人臉3D結構光解鎖 像素更高的前置鏡頭和同樣擁有的隔空手勢操作 在機身正面上我們找不到Mate 30 Pro的通話聽筒 這是因為它採用了屏幕發聲技術 專業術語稱之為磁驴發聲技術 說到它的瀑布屏,華為它也下了一定的功夫 其側面擁有88度的彎曲弧度 並且發布會還介紹側面邊框厚度是0毫米 由於側面無邊框,華為自然也不會為它設計音量物理按鍵 當用戶需要調節音量時,只需雙機側邊 即可激活音量調節條 並且側面顯示屏還有多個位置來啟用快捷拍照 物理電源按鈕則保留在一側的中間位置 但它更靠後在機身底部 另外Mate 30和Mate 30 Pro都還提供有支持新一代屏下指紋解鎖 華為Mate 30系列,4G和5G規格型號 它們都採用了華為最新的芯片麒麟990 無論是麒麟990芯片潮規版還是麒麟9905G芯片 它們都同樣採用了7nmEUV光刻工藝 處理速度上更快,以及新的NPU達芬奇神經處理單元 來實現更完善強大的AIA人工智能 5G麒麟990芯片是華為第一款將5G調製解調器和處理器 集成在同一分裝中的芯片 其在傳輸速度方面下載速率最快在2.3Gbps 分值上傳速率在1.25Gbps 並且Mate 30 5G系列擁有的雙卡槽都支持5G網絡通訊 今年華為Mate 30系列在電池規格也有了相應的提升 Mate 30的電池容量為4200mAh 而Mate 30 Pro的電池容量為4500mAh 兩者都支持超級快充 華為他們提供了有線快充高達40W和無線快充27W 他們都還支持反向無線充電 在防水級別上 華為Mate 30配備IP53防塵防鍵不防水 Mate 30 Pro則配備了業內頂級的防水防塵級別IP68級 在操作系統上 他們都用行至基於安卓10的EMUI10版本 當前鴻蒙系統並未在Mate 30系列正式啟用 也證實早前的句話 鴻蒙系統現在還不是現身的時候 雖然Mate 30系列用行了安卓系統 但在國際版中並沒有預裝谷歌套件及應用 在國內則完全不影響使用 在價格方面 以發布會介紹 華為Mate 30 4G版8加128GB 存儲規格售價為799歐元 月人民幣6267元 華為Mate 30 Pro 4G版8加256GB 存儲規格售價為1099歐元 月人民幣8620元 華為Mate 30 Pro 5G版8加256GB 存儲規格售價為1199歐元 月人民幣9404元 華為Mate 30 RS寶石節版12加512GB 存儲規格售價為2095歐元 月人民幣16432元 在配色上 華為Mate 30 Pro提供有 新核銀、肥能翠、羅藍紫、亮黑色、單俠橙森林綠 關於寶石節版 Mate 30 RS寶石節版則象徵著高端人士 與寶石節設計公司合作推出的全新定製版 它有新的後置相機風格和奢華設計 寶石節版在機身背部 採用了新一代優質的皮革 以及包括新的紋理、拋鍋玻璃 與此同時 寶石節版還在UA界面上有了重新設計過 從而使它的分額與外觀更融洽貫通 它與Mate 30 Pro相比 除了擁有更大的重塑規格位 然後就是重新設計過的後置試射 以及定製版機身 事實上Mate 30 RS寶石節版與Mate 30 Pro對比 它僅是一個加入了富麗堂皇設計的幻殼機型 好了以上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更多精彩內容 我們下期再見